啊啊啊啊啊啊 早安,Jerry 早安 你現在在做嗎? 現在編輯的微電影 然後 不錯啊 看到很有那種 細的感覺 細的感覺? 對啊 細的感覺 嗯 然後現在我們其實會 Publish 這個 Vlog 這個 vlog 這個微電影 這個微電影 其实是今天啦 今天没上啊 今天是 20号 20号 有可能是今晚发布咯 其实是今天Halloween是吗 也就是明天 其实我也不懂 我也不懂 就either是今天或是明天 but then 差不多了啦 有一点点小小的 东西要瞧一下 然后就要给 我觉得我们会 大概过去一下 带几个人来看一下 他们会被吓到啊 还是什么东西需要改啊 就弄到它 就refind它啦 refind它到 比较好看一点才发布咯 你们看到这个vlog的时候 已经是上了啦 啊对 所以有可能会放在这边 看了这个影片 才看那个影片 ok 因为这个影片上市了 应该也是31号 嗯 ok啦 ok 星辰元今天 那边那边 i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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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那天我就有一个viewer他有问到我 其实如果我要post东西在我的Facebook 我要怎样post 才会有更多人来看到我的东西 才会attract到我的viewer 才能够让他们 这个人做的东西不一样 我会关注他们 才会拿到那个你们要的engagement 你们要的followers 然后对它让你的顾客对你真的有兴趣 而不是只是刷破而已 其实我的post东西在social media 有一个set of skills so before我讲到那set of skills 我先来go through一下 social media content so第一个东西 你要知道的就是 你要知道我们在之前的影片有出过 你要知道三个traffic temperature 什么是traffic temperature呢 traffic temperature其实就是 你要知道你的顾客群在social media 有分了三种 一个是cold 第二个是warm 第三个是hot so你要做content的时候 你要做content forcold audience 你要做content forwarm audience 你要做content forhot audience 因为这三个人 他认识你的阶段都不一样 然后你应该给他的content都不一样 so for example cold audience 可能就要给一些比较educational content 因为你要先build trust先 像上一个影片我们讲到的 信任是最重要的东西 他都不trust你 你这样快就要卖他东西 给他promotional content的看 就是不适合的 so call audience 给educational 这样子咯 world audience 可能就要给 their personal一点 因为world audience 要知道你不是一个brand name 要知道你后面还是人 so world audience 要给不一样的 hold audience 这个时候你才要给promotional的 content 给他看 而不是每一次都是 oh 50% off 50% off ok 就这样子 so moving on to 我们其实有一个content formula 觉得每个business 如果你用了 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 post东西 你都需要的 so this content formula 是什么 它是在跟你讲 你应该要怎样去post你的content 要post怎样的content 因为我相信你们也是有很多 很多时候你们都想 对哦 为什么他今天要post什么 随便啊 post一个promotion 这样子 当你不知道post什么的时候 你跟着我们这个guide 这个formular 就是没有错 第一个是educational educational educational 意思是讲教育性的post 像如果你今天你是卖奶茶的 可能你可以做一个educational post 要怎样喝我们奶茶 才是 才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才可以弄到最好的 Let's say 你喝这个奶茶 你要讲多少次啊 before你喝 这些东西都是educational 会帮到人的 所以这种post是很好 for co-audience 像我刚才讲的 因为他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他的时候 你就给他value 你给他价值 他就会比较信任你 就像我现在在给你value这样 第二个东西 第二个type of post 是personal personal post是什么 personal post就是 像我跟你讲的 要target给warmodians 为什么呢 因为warmodians 他已经认识你了 他已经看过你educational的东西了 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你没有establish 我其实不只是一个brand 我不只是要教东西 我也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你很难 build到更深一层的信任 所以personal的东西很重要 像personal的东西可以是 我今天我的店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或者我的店为什么我会开这个店啊 为什么我开这个奶茶店啊 这种东西 有一个故事behind你的东西的话 这样子会弄到你的brand更吸引人 第一 第二建立你的信任 第三 人性化的话我们讲 第三个post才是promotional的 ok 你如果你很时常post是两种post的话 然后你在最后一个的时候你post promotional 可能你每post两个educational 两个post呢 有一个promotional的才好 promotional不一定是卖 不是一定是给discount 可能是可以讲到你店的哪里好 然后你叫人家来买 不一定要给discount promotional只是在讲 我的店哪里好 所以promotional post可以是50%discount 但是也是可以是 为什么我们的奶茶这么好喝 我们有做什么 我们有放什么水下去 我们的茶比较特别啊 我们牛奶是用什么牛奶啊 所以你现在要来喝 这样子 这种也算是promotional post 不要每次做discount discount ok so有了这个formular educational personal promotional 你现在可以大概canlend一下 我拜一要post 拜二要post ok which bring us to the next step 你要social media要怎样进步 就是你一定一定一定要用一个content calendar 就是content calendar很容易做 你只需要有一个excel法 就是你去google excel 然后你做成一个canlender 每个星期一你要post怎样的post 每个星期二怎样post 每个星期三怎样的post 然后你把你的idea全部丢进去 然后可能你就叫你的员工 还是你自己去post就好了 这样子你就不用每一天早上起来讲 哇我今天要post什么哦 应该花很多时间去想 所以我们的做法我们是用content calendar 如果你这样子都懒惰的话 连做一个calendar都懒惰的话 我们其实有一个content calendar template 你可以按click the link below 然后你可以download 然后它那个content calendar 我们的content calendar 也是有讲到这三个东西 可是我们还有多两个aspect 所以里面你就会看到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的post 如果有兴趣的话 click the link below 你可以download 其实如果你有这三个东西 你的social media 不管是facebook instagram还是youtube 你就可以很systematic的post东西 你要post的时候 你就每一天你都知道你要post什么 可能你可以一个一个design完全post 因为你的idea已经逃了 你全部都知道 而且你不是wantwantpost 你是有一个formular的带着你去post 今天要post educational 明天要post personal 然后你understand 为什么我要post这三个 还是五个aspect 是因为我要fit到我这边的tactic 我的co audience 我的want audience 我的hot audience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的power了没有 因为都会有这个东西 不只是可以让你attract到更多人 而且还要浪浪你的life更easy so yeah 今天就到这边了 educational的地方 你有问题吗Jerry 我 走法是没有了 ok啦 就这样子咯 so based on你这个 你所给我们的information 我有什么东西我现在能够apply的吗 你现在能够apply的 ok那些你是一个奶茶店老板 然后你每天要post中心 因为现在的趋势是for奶茶店 就是每天拿一个奶茶店拍照嘛 so 现在你就知道了 这些concept 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可以换一个风格 换一下post的方法 不要每次post的奶茶 照片很重要 给人家看到那个奶茶很重要 但是你是要有educational的啊 不是每次都是想到什么奶茶多少好 就是你可以直接加educational 和personal的东西在里面 想为什么店要开张 为什么要开这个店 遇到我开这个店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 这些uncle都是personal的嘛 然后可以再加educational进去 现在可以做的就是 如果是讲最最最最可以做的东西 直接找到我们content calendar 然后里面一定有一件templer给你 只需要key in 你已经有的iPhone进去 然后你就可以找一个人来帮你design他玩 或者你自己book design全部东西 所以全部东西就很systematic 有一个process啦 所以做到你来上架很容易 然后又可以做到比较effective 因为有这个guide给你啦 所以我觉得像就如果你有做什么content 放上网都需要这种一个guide 不然你也是也会烦恼 每天都在post什么啊 跟你讲最最讨厌的事情就是 我们到底要post什么今天 我们自己已经有我们的struggle啦 对啊 你已经找到喜欢就是想要post什么 对啊 对啊 真的很累真的 对啊 What do you think? 嗯? What do you think? The beauty is looking good Yeah Sneak fak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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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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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q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一直到他有没有想到 他没有直接碰 不只140 140 我对你的脚没有看 我完全没有看 我完全没有看 也都嘴在那边 真的 没没 他在里面 他在里面 有点 有点到 空梯 所以如果我没有抓 好 好 3 所以你们看到的这个 影片 我相信你们也是看了那个 Halloween Video的那个 Short Film by now 也是出了 可以连一下这边 所以你们在最后啊 如果你们有注意到 我们那个video 那个 Short Film 最后最后 在那个影片完的时候 end credit scene的时候 有一个人喊的声音 那个人喊 其实是我们从这个 这个Vlog这边拿出来的 因为我们觉得他 真的喊到很真实啦 所以我们就用那个喊 那个喊的声音 如果你们注意的话 可以听到是一样的 来我们可以play back给你们看 去看 哈哈哈哈哈哈 先撕 躲起啊 抱歉 你开个mitting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来很大声 哈哈哈 我觉得不恐怖 不恐怖 不恐怖 不恐怖你也嚇到現在 沒有我們在re-roll剛才我們拍到的 我覺得不恐怖 不恐怖 沒有沒有沒有 so 今天的vlog就到這邊了 剛才那些東西我覺得很放棄了 ok啊 ok 這樣 哈哈哈哈 太老笑了 yeah by this 我們做一個總結了 早上 就我們也學到 content calendar這個東西 所以我 身為一個 算是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 content creator 我覺得content calendar也是 幫到我很多 就其實 假的如果沒有一個content calendar的話 就很難自己 找時間去produce content 我覺得是很需要的 如果是 不論你是說 那種 content creator 還是你是一個 business owner 如果你想要 re-shout to more customer 還是就是要 比喻一個 你自己的following Instagram Facebook 不論是哪一邊 有個content calendar 會 會比較好啦 yeah so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關於到 content calendar 還是 就我們今天的影片 有什麼 什麼問題啊 你想要問 請問的話 這樣在樓下 留言 然後 然後 就剛才看了那個 Halloween video 那個reaction 我覺得不錯啦 所以你們 如果你們也是想要看的話 你們可以去 我們這邊會放一個link 然後你過去 去看一下那個影片 然後也是 給我們知道一下 是怎樣啦 ok so 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 影片見啦 ok 掰掰 咻 哇好美喔 也好 按燈 嘗 按燈 又 可以 不過 按燈 需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